时间如流水 转眼过了一个周末 周一清早 黎孝准时来到科研所 今天 也是医学联盟考察的最后一天 会议室 下午三点半 我安排那两个精神领域的专家 和你聊聊 嗯 明天你什么时候走 婚礼结束我就回去 好歹是你们婚后的第一个气息 其实你不用 不差这半天 每年都跟他一起过 早回晚回 没什么区别 黎孝和他目光交汇 笑了笑 就放弃劝说 下午三点半 黎孝和考察队中两位专家 在会议室里 常谈了两个多小时 不论是偏执症状的诱因 还是有效的治疗手段 黎孝全部熟记于心 而且 对方还提供了国际诊断手册 以及世卫组织的ICD史手册 都是针对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的诊断要点 临近下班 黎孝和专家做了个口头约定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未来会去医学联盟 进行相关疾病的交流学习 交谈结束后 两位专家先行离开 黎孝则站在窗边 望着外面的车水马龙 神情透着几分圈烂 很快 苏默是推门而入 怎么这个表情交流得不顺畅 没有 他们很专业 精神层面的疾病本身就比较复杂 外在体现感不强 你也不用太着急 只要对方没有太多异常表现 时间就来得及 嗯 但愿吧 隔天 传统七夕节 南阳秘书长黎君 和地经宗家千金的联姻 经过半个多月的发酵 在南阳早已不是秘密 婚礼的举办地 安排在南阳 六星级的皇家酒店 十点整 皇家酒店全景婚宴厅 不少盛庄出席的宾客 已经陆陆续续 在礼宾台开始签到 电梯门开 一道挺拔奇长的身影 迈着懒散的步子走来 随手往前倒台 丢了个红包 记账先生 捏了捏薄如纸片的红包 哎 您是南方宾客还是 李翘 哎 好的好的 请问您怎么称我 贺琛 文生 记账先生拿着毛笔 在记账簿上写下了名字 抬头就见那位 自称贺琛的先生 已经走进了婚宴厅 他又随手 打开薄薄的红包 挑着眉头 往里面看了看 当那张绿油油的钞票 映入眼帘的时候 记账先生都惊呆了 他记录婚宴礼金 这么多年 还真没见过 这么口口嗖嗖的嘉宾 本来以为是张支票 结果 是一元纸钞 你是怎么好意思 花一块钱 来吃这种顶奢席的 人家桌上的伴手礼 都将近千元一份 记账先生一边摇头 一边把记账簿的 贺称二字 加粗加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